哈喽,大家好,我是萌妹,今天我想给大家科普一个很少人知道的冷知识,就是每当你吃掉一个大西瓜,这个世界上就会少一个小孩,你信吗? 如果不信的话,不妨跟着我来看看这部非常有趣的动画短片《西瓜侠》吧。 在一个炎热的夏日午后,小明的妈妈买了个大西瓜,她把西瓜切好后,便换小明过来吃瓜。 在小明准备动口时,妈妈在一旁提醒了一句,千万不要吃西瓜籽哦。 可是懒惰的小明却没有当一回事,而是直接大口大口就吃起来,果肉和籽都一块儿吞进了肚子里,可是没有想到的是,西瓜籽居然在她肚子里发芽。 第二天,小明起床上学,床上还出现了几片西瓜叶,不过她并没有发现,悠闲地刷牙去了,直到抠鼻子的时候扯出一根西瓜疼,她才发现不对劲。 而且没有想到,这瓜疼生长速度惊人,仅仅一个上午,便长到可以绊倒老师了。 老师被绊的是一肚子活,只能把小明丢去校长办公室处理。 校长看到也很奇怪,试探性地拔掉小明鼻子上的瓜疼,结果却把它弄得流了鼻血。 不过小明舔一口发现,天呐,居然是西瓜汁的味道,那可不能浪费,太恶心了。 校长看不下去,直接把小明扔去了医务室,小一只能拿着剪刀就开始清理各种瓜疼。 不过那简直是春天的野草啊,怎么也清理不干净。 而且,小明居然连眼珠子都变成了瓜子,张开嘴发现里面也变成了西瓜肉,还怪恶心的。 小一只能掏出了一把锯子,准备长痛不如短痛,这下吓得小明拔腿就往外跑。 他逃跑的过程当中,发现自己已经连肚子都变成西瓜形状了。 跑到操场还发现,正在举行跑步比赛,侮辱的小明凭借自己的优势,直接滚到了终点成为了第一。 原来变成西瓜这么好玩啊,这下小明可来劲了,他放肆地在操场里跳来跳去,享受着这种逮劲的感觉。 身体的变化也一直在继续,很快他就变成了西瓜太郎,到最后居然彻底变成了一个大西瓜。 无意识地被甩了出去,重重摔在地上,碎成了好几块,太血腥了。 而这个动静也吸引来了许多小朋友,他们看到地上诱人的西瓜,想都没想就围着他吃了起来。 看来这个学校即将会出现西瓜小分队了。 话说这个故事可真是我们的童年阴影,想必大家家里的老人一定都唠叨过。 不过这个冷知识你们相信吗?不管你们信不信,反正我是…… 嗯,好啦,听说超级无敌可爱帅气的你会点赞评论关注哟。